连接泰山易学坑生态公园的八米计划道路 也就是明治路254项道 因为出入口太过于狭窄 造成民众登山的不方便 因此市议员寿明中就找来了有关单位 来到现场进行会开 希望把这个项道给拓宽 这样才能够提升民众更好的休闲运动品质 泰山明治路254项的八米计划道路 因连接易学坑生态公园 但是出入口是狭小的道路交通不便 因此市议员寿明中邀及相关单位到场会看 希望能够解决这个项道的问题 我们今天来会看我们明治二段254项 我们计划道路的一个八米道路 因为254项是连接我们非常有名的艺学坑生态公园 那整个出入口是一个非常狭小的一个道路 那现在我们在规划一个八米道路 将来希望我们登山 我们能够来登山的人能够有好的一个行车空间 议员表示这次会看最主要是先厘清254项内的土地产权问题 如果是私人土地将会将道路改为偏向明治书院 但详细状况还是要等到10天后会看报告出来之后才能确定 那我们今天来会看我们有做下的结论就是说 那规划八米道路出入口如果是有私人的土地 我们是不是能够偏向为明治书院的一个土地 因为明治书院用土地来应用比较好征收来使用 如果是有私人土地可能八米道路没有办法继续来规划 那第二个是不是能够事先的能够扩关 这个现有的这个道路先把它扩关 让整个这个道路能够让民众先来行驶 议员希望明治路254项到8米计划道路能够尽快拓宽使用 让民众登山运动更为方便 永迦的新闻泰山采访报道